Hello,大家好,这段影片呢是要跟大家来介绍这个分子动力学里面的一些名词还有基础 OK,这个分子动力学模拟呢,可能有一些名词也是要跟各位先提一下 这样之后,在各位在做模拟的时候才会比较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那我们今天要提了一个名词,叫做Example Example,这个你在做分子动力学模拟呢 或是分子模拟呢,就是很常见的一个名词,Example 那如果你去查它中文名字呢 通常你会查到两个字,这两个字叫做系统 系统的系 然后综合的中,你会查到这两个系统 不过呢,从这个字面上呢,你才是不知道这系统到底是叫做什么意思 但是,所以我觉得可以用另外一个名字 可能你们会比较好懂,像说样本 样本,Example 统计需要有样本书嘛,对不对 在做统计的时候呢,你需要有样本书 这个系统其实就是,其实跟样本是非常接近 所以呢,各位呢,我觉得学术这样讲的都系统嘛 但是你理解的话,就把它做这个,就是样本 Example 前面有提到过嘛,这个分子动力学的模拟就是两大支柱 一个是牛顿力学,对不对 这个不要忘记了,那个分子动力学的模拟就是两大支柱 一个是牛顿力学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统计热力学 统计热力学 统计热力学 那我有说过,这统计热力学这个比较深啊 这个,这个你可以自己去念的话是很痛苦 那我上前几个影片有强调过,统计这里学的这个概念 它虽然很深,但是你只要记住统计 这两个字,统计Statistics OK,Statistics OK,那你如果记得统计,统计的记有没有写错呢 嗯,我也不知道,反正的统计呢 统计这个名,里面就有样本这个名词啦 OK,那为什么我要提样本 你觉得用样本这个名词比较好 那这样你就会对它跟统计 你这样的就会跟这个统计这两个字是有挂钩的 那你学过一些基础的统计嘛 高中也学过一些基础的统计嘛 对啊,那在统计里面呢 你需要什么,你需要做统计 你需要一个样本嘛,对不对 你需要一个样本的群体嘛 你要做民调,你要锁定说你要做谁的民调嘛 对不对 你需要一个样本,样本要取哪里呢 你要取,你是台中市 还是台北市,还是新北市 对啊 这就是样本啦 OK,样本 OK,那这个在分子 动力学模拟里面 你可以看到有几个 Example 第一个是NVE OK,NVE NVE 我先写一下它名词哦 它的正式的名字叫做Microcanonical Example Microcanonical Canonical Example OK,这叫英文正式的名词 OK,然后 还有其他几个名词 比如说还有 NVT 还有NVT 还有NVT 然后还有MVT OK 这个NVT呢 NVT也是有一个名,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叫做Canonical Canonical Example Example 那至于中间这个NVT 这个老实说 并没有 真的没有什么一个正式的名字 来描述这个NVT Example 所以呢,有些书可能是写 Iso Temperature Temperature 然后 Iso Iso Pressure 吧 还是 Iso Iso Pressure 吗 NVT 好像不叫做Iso Pressure 这个我稍微查一下 各位稍微等我一下 影片稍微等我一下 Iso Iso Barrick 它有个名字叫做 Iso Barrick Iso Sermal Iso Barrick OK 回到下面 Iso Sermal Iso 把它擦掉 Iso Barrick 把它擦掉 NVT 一般的名称 就说 I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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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rick Barrick Iso Barrick Iso Iso Barrick Example OK 它这个第一个就是 大N是指说呢 没有什么颜色好呢 N呢 是指说呢 这个系统里面的 particle数目或系统里面原子的数目是固定的 C Giving Num Num 大 Num program Num Barrick Num Num Io Num 研为 Num Num U Num Num OK,Volume is fixed 就这个大V表示这个NV example 这个esamble呢,这个体积呢是固定的,固定住的 然后这个大E呢就表示说呢,这个energy呢 这个esamble的energy是fixed OK,这个呢,这个表示什么 这表示这个esamble是一个孤立系统 isolate system,它其实是一个孤立系统 isolate system OK,那我把挂好挂在这边 他这个就好像啊,这我怎么画呢,我随便画一个 嗯,先画一下好了,我介绍解释一下 他就是说啊,这个你这个NV example 这个整个系统的 OK,比如说我这个直接画二维的话 三维的比较难画,我就直接画二维的 OK,里面有很多polic 在里面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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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后整个系统呢,polic数目是固定的 然后整个体积呢也是固定的 OK,那能量呢也是固定的 这就是孤立系统,整个宇宙就只有这个系统而已 整个宇宙就只有这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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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系统呢,跟外界呢 跟外界没有能量交换 没有能量交换 哎呀 这个系统呢,他跟外界没有能量交换 与外界 我诅明一下 与外界 与外界 诅明一下 能量交换 能量交换 然后呢,polic交换 polic交换 交换 那还有什么呢 还有 还有一个叫做能量交换 polic交换 了还有一个是什么 嗯,体积交换 嗯,好像体积交换好像有点怪怪的 体积改变 或是说好吧 就写体积改变好了 因为这个NVE这个Isemo 它是一个孤立系统 所以这个孤立系统 它根本就没有外界的这个概念 所以它跟外界完全没有能量的交换 也没有Polico的交换 Polico数目上的交换也没有 然后体积的改变也没有 OK都没有都没有 整个世界就只有这个系统 就只有这个东西而已 OK好的 那这个稍微延伸一下 那这个系统里面 它每一个状态出现的几率是多少呢 对啊这个从这边这个Example 这边要带入一下一个几率这个东西 因为统计也有说过分子动力学的两大支柱 牛登力学跟统计热理学 这个统计热理学统计这个东西 就是要带入一点这个几率的概念 OK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我们的空间好像不太够了 没关系 那这段影片大概就是就讲Example 所以其他我就抱歉啦 其他三个可能是之后的影片再提就好了 这段影片就先跟你们讲一下 统计这概念到底是什么东西 OKOK OK我们从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在这个系统里面呢 这个整个系统它在它某一个能量出现的几率呢 是正比 其实不是正比啦 但是为了跟后面有一致性我还是写正比 它出现几率呢就是这个1分之1 这个1分之1 某一个状态出现的几率呢就是这个所有的状态数分之1啊 所有状态数分之1 这个 这个有点像这个叫所有状态数 所有状态数分之1啊 OK 这个 好的 所有状态数 那这个什么叫状态啊 这个我们在古典力学是这样子的 因为这个你们现在是牛顿力学嘛 在牛顿力学你要怎么决定一个particle的状态呢 一个particle的状态 一个particle的state 一个particle state如何描述呢 描述 你要如何描述一个particle的状态 在古典力学里面 你要怎么描述一个particle的状态 那这个可能这个因为你们以前读这种普通物理的时候呢 普通物理呢 这个你们不太会去想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呢 并不是 这问题比较深啊 你们大部分都不太会想这个问题啊 所以这个要特别跟你们提一下 现在跟你们提一下 这个古典力学里面呢 你要怎么描述一个particle的状态呢 这个就是利用位置跟速度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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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velocity 位置跟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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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度 就比如说呢 一个particle呢 在这边呢 我就要知道它的位置是多少 OK 我要知道它的速度是多少 OK 那这个速度呢 可能是 我们来讲一个 如果我假设我们这个系统就只有2.2个维度好了 我们有X座标 Y座标 那 我们有X方向的速度的分量 OK 就是呢 对于一个二维系统的在移动 对于一个二维系统里面的particle呢 它的状态呢 它的状态就是用它的位置 就是用速度跟位置呢 来决定它的状态 来决定它的状态 那我们想呢 这个 我们这个mve 这个esamble 它这个总能量呢 虽然说是固定的 这种能量虽然说是固定的 但是这些particle呢 它在里面一直不停的 这个 这个 这个particle 在里面有很多particle 在里面这个系统里面 这particle 不停的做碰撞 不停的做碰撞 不停的做交换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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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每个particle的 是每个particle的 我想要写一下 这每个particle的 嗯 每个particle 每个particle 在每一个时间 在每一个时间的 时间的位置跟速度都是不一样的 每个particle 在每一个时间的位置跟速度都在改变 都在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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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particle呢 嗯 这个 哎 我Facebook可以有讯息 那我们假设这个二维系统 好了啦 这个我们现在假设这个 就是一个简单二维系统 那我 比如说我XI 比如说我X坐标 我可以在 0到Xmax之间 之间 范围里面 啊 我particle 我可以在 Y坐标 我可以在0到Ymax 那边 的范围里面做运动 这个范围里面 我 在particle里面 我都可能 嗯 我都在这个范围里面 我可以活动嘛 然后 然后 我的速度呢 也是 可以 在某一个范围里面 做运动 嗯 这个我就稍微 简写好了 V Imax 这个我想要表达的是说呢 这个 我在这个系统里面 运动的 这些particle 我X有这个范围 可以在这个范围里面 我Y也可以在这个范围里面 啊 我速度也可以在某一个范围里面 因为这个整个系统能量是守恒的哦 这个整个系统能量是守恒的 它在里面撞来撞去的话呢 位置会改变 速度也会改变 所以你可以想想想看哦 这个状态数啊 这个数目很惊人 数目很惊人 数目很惊人 我刚提到这个这个符号 数目很惊人 这个数目非常的大哦 数目很惊人 这个状态数的数目非常的惊人 因为你想想看一个particle 你看我可以在X有这个范围里面 Y可以在这个范围里面 速度也有一个范围里面 就可以在这个范围里面 然后呢 OK 这不是只有 这只是其中某一个哦 这只是其中某一个particle的 的状态 狀态 它可以选择的数目 因为像这么多的particle 对不对 比如说随便 比如说摆100个好了 所以这个系统的状态呢 非常非常非常的多 所有的状态 状态非常非常的多 OK 然后这个里面呢 这个我们刚刚再回到这个 这个在这个MVE example里面呢 还有一个假设 也不是假设 这是一个 该怎么说呢 在这个 要说是统计热力学的一个 基本的假设是什么呢 统计热力学的基本的假设 是说在这个孤立系统里面 对啊 再次强调我们现在这个MVE example 是一个孤立系统 这个你某一个状态啊 因为某一个状态啊 某一个状态出现的几率呢 是所有状态数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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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可能你这个比较稳周周也不太会想 就比如说丢骰子吧 嗯 比如说丢骰子好了 嗯 OK 那我这边呢 先把它擦掉 这边暂时先把它擦掉 嗯 先把它擦掉 这个影片呢 应该这边是讲不到啦 嗯 抱歉啦 这个东西啊 下一个影片呢 会再讲 嗯 这个有些概念很重要 必须要在这边 嗯 这段影片就要先提了 OK 打花一个 去 这个 这我们刚刚有提到 在一个孤立系统里面 在一个孤立系统里面 你某一个状态出现的几率呢 正比所有状态数分之一 这个你可以想一想 比如说丢骰子 一颗骰子 一颗骰子 你一颗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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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状态数是多少呢 就是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就这些嘛 你所有的状态数就是六个啊 OK 那你出现一的几率是多少 六分之一嘛 出现二的几率多少 六分之一 所有的状态数分之一嘛 这样 这就是一样的概念 在一个孤立系统里面 你这个某一个能量出现的几率呢 正比于这个所有状态数分之一啊 那我们刚刚有提过 这个状态数 在一个孤立系统里面 即使在很简单的系统里面 就是状态数的数目相当的惊人 但是呢 这统计力学的概念就是 即使它的状态数很惊人啊 但是你每一个能量能出现的几率 是正比于所有的状态数分之一啊 OK 这个是很奇妙的事情 不管你的系统状态数有多少 OK 当然这是一个统计力 在孤立系统里面 统计力学很重要的一个假设 OK 然后好的 那比如说那你稍微再想 第二个例子 啊啊啊 两个骰子啊 两个骰子啊 所有状态数是多少 这就一个数对啦 你可能一一啊 二二 一三 你最后的到六六 你总共有三十六种数 你的所有状态数是三十六个吧 所有状态数是三十六 状态数 所以呢 你这个 我应该学习一啊 就跟符号一样的 六 OK 对 三十六 这是一个类比啦 OK OK 所以这个两个骰子 所有状态数就是三十六啊 所以你每一个数对出现的几率 就是三十六分之一 OK 好的 这个 就是呢 我要跟大家提这个第一个example microcanonical example NVE example OK 这几个重点呢 再复习一下 NVE example呢 什么意思呢 这系统呢 第一个 partic N 代表的是这个系统内的的粒子数目固定 V是代表这个系统的体积固定 然后E 哎呀 E是插掉 E代表说这个系统的能量呢 不会改变 就是 就是 就是孤立系统 然后能量要守 OK 然后在这孤立系统里面呢 你这个每一个particle 处于某一个能量Ei出现的几率呢 是正比所有状态数分之一 OK 这是一个统计力学上面很基本的一个假设 我们必须这样假设 OK 那你会觉得说这个能不能证明呢 老实说很难证明 非常难证明 因为就像我刚才提到的 这一个系统的状态数 只要稍微复杂一点点的系统 这个系统的状态数是多到是根本数不完 多到你根本数不完 比如说像我们这个系统嘛 你每个particle 我的活动范围 对不对 空间是可以无限切割的 比如说你在某一个范围里面 你要切割多小就多小 所以那个状态数根本是 几乎是快要到无穷大 那速度也是连 在古典力学速度也是连续的 虽然说我速度有一个范围限制 因为在能量守恒 在某一个能量下 粒子互相的碰撞 那个速度可能有一个范围 但是零到某一个范围里面 这个速度 这个数值也是可以无穷切割的 切到多小都可以 所以那状态数是非常惊人的 这个 所以这个真的是很难证明 但是我们宁愿相信这个假设是对的 OK 其实是有一些 是有些理论物理学家 是有在尝试证明这些事情 到目前为止 好像这个假设是对的 OK OK好的 这个就是第一个example MVE example 好的 希望大家可以稍微思考一下 思考一下 吸收一下 好 这是第一个example 其他example呢 我们其他影片呢 我们再提 这段影片先到这里 反正影片实在太长了 太长的影片就不好了 不好处理了